真 良心企業 經歷了幾天的 MhXX 洗版公司後 我覺得是時候要停一停 想一想 當大部份媒體幫大家洗腦 今次的 MhXX Switch Version 有多好事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們想要的新作 而不是加了所謂高清的舊作呢? 喂 大佬啊 這遊戲實體定價都要5800日圓 還未計稅 下載版也要5546日圓 還未計稅 你加幾隻新東西給我圖畫也好 雖然明白 Switch 用家大部份都是 Casual 玩家 即是為買機而買機那班 所以照理 用舊作出 HD 化對 Casual 玩家 已經是一隻新遊戲一樣 再加上 Capcom 都算有良心 可以讓 3DS 聯機合作 其次 如果 3DS 玩家有錢 又想在 Switch 上屠龍的話 3DS 支付是可以互通的 最後 如果你兩樣都沒有 不要緊 也要 良心企業一樣照顧你們 你們只需要多付 36280日圓 未計稅 就會有 1 機 1 Game 給你們 還會引多個 Monster Hunter 印花在 Docking 上 Capcom 這次真是用心良苦 終於成為一間良心企業 終於成為一間良心企業